首先我们介绍螺丝刀的使用方法 这个螺丝刀是双头螺丝刀 我们将螺丝刀的刀柄和刀头分开 一头是十字刀口 另一头是一字刀口 以上是不带滑轨的抽屉 安装要用到的板材与配件 首先拿出抽屉面板 上面有个线槽和两个孔位 拿出偏心螺丝 偏心螺丝和吊杆成对使用 偏心螺丝的缺口要对准吊杆的头 旋转偏心螺丝才可以卡紧吊杆 拿出吊杆 将吊杆固定在抽屉面板上 拿出抽屉右帮板 此处有个孔位 上面有个线槽和一个孔位 将其此处孔位 对准抽屉面板上的吊杆插入 此处线杆要对齐 拿出偏心 将其缺口对准吊杆塞入 使用一次螺丝刀进行固定 拿出抽屉左帮板 此处有个孔位 上面有个线槽和一个孔位 将其此处孔位 对准抽屉面板上的吊杆插入 此处线杆要对齐 使用偏心进行固定 拿出抽屉底底板 将其沿着抽屉左右帮板的线槽插入 拿出抽屉后挡板 两端各有个孔位 上面有个线槽 将其线槽对准抽屉底板插入 两端孔位 与抽屉左右帮板上的孔位对齐 使用5x40平头螺丝 进行固定 到这里 我们的抽屉就全部安装好了 以上是带滑轨的抽屉 安装要用到的板材和配件 首先拿出抽屉面板 上面有个线槽和4个孔位 拿出吊杆 将吊杆固定在抽屉面板上 拿出抽屉右挡板 上面有个线槽和一个孔位 此处有个孔位 将其此处孔位 对准抽屉面板上吊杆插入 此处线槽要对齐 拿出偏心 将其缺口对准吊杆塞入 使用一磁螺丝刀进行固定 拿出抽屉左挡板 上面有个线槽和一个孔位 此处有个孔位 将其此处孔位 对准抽屉面板上吊杆插入 此处线槽要对齐 使用偏心进行固定 拿出抽屉底板 将其沿着抽屉左挡板的线槽插入 对于抽屉底板安装出现的问题 解决方法一 转动抽屉左挡板 方法二 先将螺丝拧松 抽屉底板插入线槽后 再将螺丝拧紧 拿出抽屉后挡板 上面有个线槽 两端各有的孔位 将线槽对准抽屉底板插入 两端孔位与抽屉左挡板上的孔位对齐 使用5厘米尖头螺丝 进行固定 拿出拉手 将其孔位与抽屉面板上的孔位对齐 使用配套螺丝进行固定 先不要将第一颗螺丝拧紧 等固定好之后 再拧紧 下面介绍滑轨的拆装过程 首先我们拿出滑轨 捏住滑轨两端 拉开滑轨 捏住拖卸卡口 滑轨就拆下来了 装滑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先将滑轮推到最边上 抵住缓冲胶垫 再将体拖对准滑轮的卡槽推入 这样滑轨就安装好了 将带拖卸卡口的轨道 靠边对齐 放在抽屉左挡板上 使用刺控螺丝 进行固定 先将螺丝左右旋转 即可将螺丝拧入板子中 抽屉用汪板的轨道安装也是如此 这样抽屉就安装好了 将抽屉装入鞋柜中时 先将滑轮推到最边上 将抽屉两端轨道的卡槽 沿着鞋柜轨道的卡槽慢慢推入 抽屉就装好了 拆抽屉的时候 将拖卸卡口向上拨 另一侧向下拨 向外拉动抽屉 抽屉就卸下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